把这单子上的所有项目 都去检查一遍 我看看 看看 这咱们哪儿哪儿都在查呀 你问我 我问谁呀 不就是个婚纪人吗 走走过场就完了 干嘛非得查那个性功能 生育能力呢 是不是刚才我回答 基本资料的时候说错了 我跟你说了 人家问你什么 你就说健康 走走行事就完了嘛你 那我又瞎说 怪我 走走走 我就是 不就是检查吗 帮提检就多了 你说得轻巧 我那个是女医生 检查性功能 你这不是让我没面呢吗 多尴尬呀 不是 姐 我上辈子欠你多少钱啊 医生 嗯 那你这了 医生 跟你商量个事 其实我喊老婆红检吧 就是走走行事 这婚检怎么能走行事呢 要对婚姻负责 为你自己 为对方负责 这是一辈子的事啊 过去 脱裤子 不是 李医生 我没问题 我真的没问题 我是经过时间证明过的 你怎么知道你没问题啊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啊 你是医生啊 这种时候 男为情有意思吗 你 我 我结婚一次婚呢 我结婚一次婚呢 后来离了 后来离了 男性性功能障碍 男性性功能障碍 他也不说他没事 说这些干啥 说到底啊 就是婚间太儿戏了 医生 我行 没问题 你做也得做 不做也得做 撅起来 医生 你手下 医生 我哪知道婚间是那样啊 不过以为跟体检差不多呢 大姐 你有点生活常识行不行啊 快走吧 领证去 领什么证啊 好家伙这一大早的 啥也没吃 咣当 抽了一罐子血 咣当就咽了一罐子尿 还做了什么B钞 X光 还把那个那个 还给我检查了 你能不能让我吃口饭 喘口气再去医生 不能 一气呵成 赶领证去走 去 恭喜你们啊 这新娘子长得真漂亮 这新郎官 你长得可真喜庆 认识多久了 回大集团 我爸认识了 还是不夜情 那就敢结婚 我很善良啊 解决生意困难会儿嘛 行了 这市民政局不是菜市场 你们俩想好了吗 想好了 来吧 你说的男人都这样吗 和你的野家 没准备 九八一夜起 我都怀孕了 结婚可是大事 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就是闹着玩的 现在深情凝望着新娘 我看你这张脸 我深情不起来呀 我还不愿意让你看我呢 好 现在啊 您抱着新娘 不行 不能有任何知己接触 关于哪才离婚了怎么办 俩人离那么近 你捡都捡不掉 就是啊 好歹花点钱拍出写真呢 到时候捡掉了多只胳膊 怎么回事 您俩这是结婚吗 对啊 那您俩这确定这么拍 对啊 行吧 我这摄影师娘呀 又一大污点 三二一 这都什么玩意啊 就坐这一天四五天 哎呀 差不多就行了 走快过场就完了 你非 干什么呀 挺好看的 你别说 这女人穿上婚上 都挺好看的 会不会说话 会不会说话 真挺好看 全的你也没得 你也没得是美 不真挺好看的 我给你 不错呀 挺漂亮的啊 服务员 费多少钱啊 您呀 真有眼光 这是我们今年新出的限量款 不过只出售 不出租 您要想要的话 可以给您打个八折 多少钱 八千八百八十八 多少钱 八千八百八十八 有点贵吧 好歹歇死婚了 这不就是个过场嘛 你说你未知省 你前前后还花多少钱呢 迟吗 完了 服务员 这挺好看的 但是呢 这婚纱的纱太多 穿着热 你把门口那特价那一千多 你拿来 好 以前就想着 哪天我出嫁穿着婚纱的 什么样 我想倒是这一样 我这以后也嫁不掉了 别瞎说 谁说你嫁不了了 到时候等你真结婚的时候 我甭说八千多的婚纱 八百多的婚纱 结婚都给你买 送开 换下来吧 走 下个票 没关门啊 你早点睡啊 本来长得够丑了 明天别结婚 你俩大黑眼圈 更难看 哪个人能心气虚啊 什么呀 给你的 你什么意思啊 我买的送给你 冰天船 虽说呢 咱俩是假结婚 但是毕竟 你是嫁给我 其实你嫁给我 太亏太亏了 因为对你来说 毕竟是头一回 第一次 女人嘛 总想在那一天 打扮得漂漂亮亮 其实我也知道 你最近的心情不太好 是你导演了这出信 就是为了 欺你的前男友 大话又说过来了 你说哪个女人喜欢这么做呀 又赔钱 又赔人 去演这么一场戏 还捞下一个 历史的污点 其实每个女人都想 嫁一个好人家 堂堂正正的 光明正大的 热热闹闹的 举行一个婚礼 我呢 是你的家喽 也不能为你做什么 只能呢 给你买一套你喜欢的婚纱 让你高兴高兴 我这心里呢 也会好受一些 八九千块钱呢 钱是个小事啊 其实这件事吧 过去N多年以后 你回想回想的话 你会很后悔 但是呢 当你想想 这场婚礼的时候 你可能还会稍微开心一点 因为毕竟 你穿上了自己喜欢的婚纱 而且漂漂亮亮的 展日不远的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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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